下午好,我是胡佩斯 新闻开始就要先跟你报告 让人痛心的天灾与人祸 法国巴黎恐怖袭击造成过百人死亡的案件 根据英国卫报报导 袭击者在警方接近时才引爆身上的炸弹装置 似乎执意和警方同归于尽 另外,大马外交部也证实 没有大马人在连串恐怖袭击事件中伤亡 民众也可以拨电到外交部查询 另一方面,日本九州南部海域在当地时间清晨5点51分 发生理事气规模的地震 目前没有人员死伤报告 而日本气象厅已发布海啸警报 法国巴黎多处发生恐怖袭击 今天的英文新报就封面报导 名为马莫的马来亚大学前讲师 已成为IS分子 目前就藏身在菲律宾南部 根据报导,他负责训练自杀式炸弹手 计划在区域内发难 大马也是恐袭目标之一 伍吉亚曼反恐组组主任阿玉汉说 马莫已被列为通缉人物 他目前与非南武装组织阿布沙耶夫一起训练 情报指出,他还涉及菲律宾的两宗炸弹袭击 12月首长阿德南昨天出席活动时 强烈批评目前的教育政策朝令西改 让人难以适从 他说,就好像英语教书里 觉得英语重要就用英语教学 现在又改回国语教学 不懂明年会不会突发奇想 用淡米尔文教学 另外他也指出,他在来临的沙州议会中 将针对承认同考文凭做出解释 感谢你的收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